这太子妃才走了几天啊 你就受不了 这次不一样啊 你说怎么偏偏那么巧 这长老走的时间 和母后当年走的时间 是一样的 不做一种不好的预感 没事啊 太子妃以前可是身贼 再说她不是过几天就回来了吗 我母后还是将军 皇上驾到 父皇 参见皇上 没礼 父皇 父皇 您怎么来了 朕来看看自己的儿子 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 不奇怪 只不过 儿臣搬出宫这么多年 您第一次来 有些惊奇罢了 朕确实第一次来 不过车儿 也不必太过惊讶 朕以后会经常来看你的 皇上 臣就不打扰您和太子殿下议事了 先行告退 好 你也退下吧 是 这是你的家 别太拘谨了 是 车儿 你是不是觉得 朕这个父皇 做得不够称职啊 儿臣不敢 不敢 那就是朕说对了是吧 这些年来 虽然你一直在宫外 但朕 这些年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儿臣给父皇添麻烦了 儿臣知道 要不是父皇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 我这个太子之类可能被废了百遍千遍了 车儿是真的长大了 朕也是时候表明态度了 过些十日 朕会办一个家宴 朕会告诉他们 这江山 这皇位 除了你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资格可以窥探半分 傻儿 傻儿 父皇老了 再过几年 受累的人 就是你了 宫廷的事 公孙末他们会辅佐你 朕是不会担心的 朕要告诫你的事 为君者 当以天下百姓为先 母亲临终前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父皇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五皇子 来得正好 小殿最近寄了几件宝贝 王师傅 我今天来 不是来看宝贝的 小人明白了 卓儿 把五皇子那个盒子拿出来 再从这个盒子寄存于此 小人是日夜看乎 生怕出了岔子 彭师傅有心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小人非常好奇 问一下五皇子 之前说这些物品 之前说这些物品要在这里寄存一百年 怎么现在竟要抉择了 一百年太久了 我现在有事情要做 取回盒子 这是第一步 有 六楼了 锦儿 等着我 我 回来了 好茶呀 外公 想和你商量个事 你说 您之前对是红波用的迷药 能否借孙儿一点 你想干嘛 只要明曰千日罪 人服下之后 就会变成行尸早肉 毫无意识 千日 当真有此效 只知道吃饭 睡觉 其他一概不知 想让他开口说话 端不可能 陋阳呢 他在偏房 等你很久了 你到底想干嘛 陋阳就是胆子太小了 这是儿臣 特意带来的糕点 请父皇母后品尝 坐吧 皇上 难得来清宁宫 咱们一家三口 好久没在一起拒绝了 皇上 恒儿前段时间还说呢 特别怀念小时候 那个时候啊 他能常常地 陪在皇上身边 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自然就没什么时间了 总算所有的事情 都过去了 皇上 你可以好好休息龙体了 来吧 也不知道 太子和太子妃 最近在做些什么呀 皇后对太子 倒是上心得很了 臣妾 身为皇后 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皇后有心了 朕前几日去了一趟太子府 他们小两口啊 过得好着呢 皇上什么时候出宫的 臣妾怎么布置 朕要去哪儿 难不成随时要向皇后禀报吗 不是 臣妾的意思是 皇上乃异国之君 臣妾 日后 当彻尔 成了异国之君之后 朕倒自然轻松了 那个时候 朕想横尔了 就到横尔的封地去看看 朕想绿儿了 就可以去绿儿的封地看看 横尔 你觉得如何 儿臣一切听从父皇安排 皇上 说到封地 横尔能力出众 朕将把佩国 最大最好的疆土 封给横尔 皇后 你觉得如何呀 臣妾 臣妾觉得 太子 还年幼 现在就立为储君 多少有一些不可 还请皇上三思 你是想说 你比朕 更了解太子吗 朕很了解太子 朕也很了解身边所有的人 就像那一次 在客栈太子被诬陷一事 宫中 有几个人能做此事 朕一猜 就能猜到了 不过 事情已经过去了 朕 不想再做深究 父皇母后 既然是家宴 我们就不要再聊国家大事了 来 儿臣带来的糕点 你们还没有尝尝呢 来 说起来 朕 确实有一点对不起何万 朕 不知道你跟卉妃之间的事情 你也从来没在朕面前提起过 否则 朕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事已至此 我希望横尔 不要过多怨恨复合 皇上 皇上 来人呢 朕后 是我下的药 朕后 你为何要这样啊 我就是要让您和父皇一起住 这样我才不会备受怀疑 朕后 您不是一直想让我很老果断吗 现在儿臣已经长成了您所期待的模样 您满意吗 满意 母后 甚是满意 婉儿长大了 有了帝王之下 母后也就放心了 可儿 婉儿 一定要记住 以后 谁都不要相信 一定要记住 皇上 往后再听住 二臣紧接于心 来人 皇上出事了 太子 人带到了 走吧 去西城医馆 是 走 我 去西城医馆 帝王 在 西城医馆 但从脉象看 就皇上和皇后 像睡着了一样 可是怎么也叫不醒啊 是不是中了什么迷药啊 不会不会 中了迷药不是这种反应 我们几个猜测 像是中了一种 前所未见又奇怪的毒 那他们会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种毒药 我们一无所知 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该如何是好啊 还请相国大人定我 当务之急 应当尽快地搞清楚 皇上和皇后 到底是怎么中的毒 要是能尽快地抓住 下毒的熏手 那解药 也就解决了 对了 方才我和父皇母后 在吃热糕点 吃着吃着 他们就要倒下了 会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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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枸点有问题 这 这 这枸点 好像是从太子府带来的 太子府 不可能 那太子怎么会毒害皇上 就算 太子想毒害皇上 也断然不会想出 如此愚蠢的办法 若是 皇上提前发现 枸点中有问题 那太子 岂不是惹祸上身吗 对 对 各位大人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 相信太子有问题 不过现在 没有任何限制 我们为了 皇上和皇后的身体考虑 任何的可能性 我们都不应该放弃 大家说是吧 是啊 不如这样 我们一起去一趟太子府 一探究竟 如果没事 那不更好 对对对 走走走 众大臣到我太子府来 有何贵干 回太子 皇上皇后 吃了从您这里 拿走的糕点 如今昏迷不息 什么 为了避免太子的嫌疑 我等 不得不到太子府来打扰 父皇晕倒了 我没有送过什么糕点 我得进宫里的事 我得进宫一趟 想见父皇 先洗清自己的嫌疑再说 我都说我没送过什么糕点 何来的罪名 太子说的话 何人能够证明 那也有谁能证明我送过呢 我们也不敢妄加断言 真相到底如何 让我们搜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还好我把那老头留在衣馆 好 搜 不过我等不了你们多久 搜 是 诸位大人 厨房没有找到 边房也没有 整厅也没有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 都是我的私人物 给你们看看就是了 劳情既为太医鉴定了 拿下 太子殿下 这就是你说的私人物品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有人要陷害我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过等父皇醒了 一切都会舍落石出 太子殿下如果不拿出解药 父皇怎么醒 带走 各位 现在皇上皇后昏迷不息 太子的嫌疑也未能洗清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哪 这个时候更应该有人站出来 主持大局才是 我建议在皇上苏醒之前 暂时有五皇子负责朝堂之事 各位意下如何呀 我同意 女儿 李航 是圣上轴你来找我的吗 是 我带你出去 我们不会分开了 好吗 走吧 怎么了 我的眼睛 好像看不清 这又清了 海宣太医 杨儿 怎么样了 回五皇子 回五 朱姑娘情况外 只要按时换药 敬杨解 便可确认 是 这才过去几日 不是怎么收拾皇上 我后面也能够放 此事说来话长 等你好了 我慢慢跟你牺牲 好 老公 朱姑娘 情况如何呀 运无大碍 老公 您来有何事啊 前几日 城南作乱的山中猛兽 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但是如何处置 要好好讨论一番 行 银儿 我跟外公有事上谈 你先好好养病 我一会儿就回来 走吧 好 这姑娘 朱姑娘 朱岩那边迟早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 炎儿那边我自有安排 不用费心 母皇子有令 没有她的同意 所有人不许入内 我找我的女儿为何不可 爹 银儿 爹 委屈你了 我没事 爹 你怎么来了 出大事了 母皇子把太子殿下 给关了起来 什么 皇上皇后纷纷中毒不醒 一起关在庆宁宫内 朝中大臣 无人可见 这太子 还背上了毒害皇上的罪 炎儿 现在能救太子殿下的人 只有你了 怪不得 怪不得大家都叫我朱姑娘 怪不得李恒能这么快就把我救出来 爹 你快把整件事情的详细精光 告诉我 好 所以这事啊 一定要弄影 你怎么进来的 答应你们的事已经办好了 把火与丁香 给我 来人 班长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再跟你说一遍 把火与丁香 给我 今天你不仅药拿不走 你的命 今天要给我留下来 太子府的毒是你藏的 只要你死 这事死无对证 还有那个公孙默 只要等不到你这根救命稻草 他只有等死的份 我也算好心 成就你们俩这一对 苦命冤意 五皇子 相国大人 公孙默对太子忠心耿耿 他若是现在回了京城 想必对你们来说也不利 你们若是把火与丁香给我 我便向你们保证 让公孙默不再回京城 至于弄影的人头 你们若是想要 等事情办好了之后 弄影定会登门送上 还不如杀了你 住手 横儿 多谢 你无需信 你回去告诉公孙默 只要他不插手 我和李澈的事情 我自然不会伤害他 如若安爹所言 那李衡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救我 永生狼自隐心 人尽皆知 如今他跟五皇子合谋 现在最危险的人就是太子 如果你能劝五皇子 把他放出来 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 没用的 李衡对太子殿下恨之入骨 就算我出面 他也不会多 爹儿你这是什么话 他们二人无怨无仇 五皇子这么做 难道不是留生之事 爹 您有所不知 当初将我和李衡 从平乐城抓回来的人 就是太子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当初你们去平乐城的时候 正是太子 与夜明国公主 出游戎城之际 平乐城 戎城 一个南一个北 太子要抓你们回来 他岂不是会分身之术吗 可是 事后李衡曾亲口跟我说过 那天晚上 太子 对他出面放过狠话 太子殿下 怎么都说过狠话 颜儿 那日 你可亲眼所见 太子与五皇子打过照面 女儿当时已经昏迷 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爹 您可是知道了些什么 爹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 刘生 找了一个江湖骑人 叫小白生 五哥 五哥 我正要去看朱燕姐姐 她伤怎么样了 五大爱 敬仰即可 这次真是苦了她了 她心情一定很不好 等她伤好了以后 我们带她好好出去玩一玩怎么样 玩什么玩 天天就知道玩 你说 你年纪也不小了 没事儿多看看书 来 我有话跟你说 书官 就这个 慢走啊 书官 看一看吧 公子 公子 老爷都说了 让你多出来走一走 别老是在家里边闷着 你看你都看书好几天了 就连太子府都没去过呢 太子府最近冷静得很 没什么意思 你去还书吧 我在这儿等你 是 在这宫中啊 除了你 我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人 所以今天 五哥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好吧 你说吧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死 我想要你 当皇帝 五哥 你真得三思啊 这叫什么事啊 我也不是那块料啊 我说你是 你就是 你给我这皇帝当 我还不想当呢 可是 你已经知道我的全部计划了 你觉得 如果你不听我的 我会把你怎么样 好啊 我拿你当兄弟 你套路我 你才反应过来啊 可惜啊 晚了 怪不得让我好好读书呢 刚刚就不该跟你过来 行了 五哥算欠你个人情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 尽管提 这可是你说的啊 嗯 那我想要 五王子不好了 朱颜姑娘 她吵着不治眼疾了 糟了 话还没说完 我想你放了三哥啊 参见我皇子 赵太医来 是 雅儿 你怎么了 是台医开的药 不舒服吗 宫里发生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向你求证 什么事啊 那日我们在平乐城被抓 你是否亲眼看见了 太子殿下 还是 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这个重要吗 非常重要 只闻其声 未见其人 那就是了 李恒 你误会太子殿下了 误会 嗯 你有所不知 刘 相国大人 曾经找过一位江湖奇人 他能够模仿 听到的任何人生 所以被称为 小百生 我爹 他曾经被相国大人威胁 帮小百生 听到过太子殿下的声音 是周大人告诉你的 我爹 听说我 眼疾未愈 所以来看我 父亲看女儿 是应该的呀 李恒 你相信我 我爹不会骗我的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但是 相国大人 是我外公 我想他应该不会害我 所以我想 不是我误会了李恒 是朱大人 误会了相国大人 Prix 未来的 李恒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治好你的眼睛 你无需管其他的事 由我来处理 无皇子可知 这天下的角色为何 叫我李恒 在主演眼中 你便是这天下的角色 可若是从前的李恒 已经无迹可寻 那我宁愿 永远看不见这世间万物 只将心中的角色 永远留在记忆里 雅儿 你相信我 我李恒可从来没有变过 可刚刚我也让你相信我 你说你不会变 可从前的李恒 不会毒害自己的父母 不会陷害自己的兄长 更不会狼子野心 骂天下之大不为 雅儿 你记得吗 你听我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东西 由我而言 你就是我的权薄 我知道我外国他想要的 而我不想要 我是为了救 所以才可以和他一起 你相信我 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我现在唯一的目的 就是想和你永远的在一起 只要给我一点点的时间 我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我就得你离开这里 好吗 好吗 那你可要答应我 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答应你 来 投下吧 出了列车 谁都可以放 我一定会爱你 我一定会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我一定会带你 我一定会想要的 我不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